你站住 你不用管这个事 干什么你 把小区的人全都得罪光了你 我跟你说啊 这事你不用管 只要干工作就有可能得罪人 明白不 我跟你说 能不管他吗 每次拿这个垃圾袋 冲门就扔在楼道门口了 我跟他说了五六次了 我说你往前走二十米 前面有个垃圾桶 你放里边不就完了吗 不听啊 我跟他说了 再这么发展下去 他就是咱们小区第二个前顺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人家乱倒垃圾 你说两句不就完了吗 批评批评 教育教育 你非给人家写到物业门口 那个黑板上 必须要写 你叫人家揪人现眼的你 我告诉你 他要是做了好事 咱们要大力宣传 他做了这种不文明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把它揭露出来 再这么下去能行吗 对不对 我就让他长记性 明白不 就一定要长记性 现在这个黑板上 第二是他 第一就是你 你也得长那个记性 怎么什么事 你都把我联系上呢 现在人家 还在二号楼门口 跳着脚着骂你呢 骂就骂 你心里舒服是不是 我不怕 我跟你说 只要你干工作 就有可能被骂 好干部 都是在骂声中成长起来的 此处有雷鸣般的打扮 大米 饭好了吗 这儿呢 有葱吗 在这儿呢 吃饭 咋的呢这是 顺峰啊 你是不是又欺负你大姐夫了 你哪个耳朵看见我欺负他了我 我进门就说了一句话 他跳着脚说了我半个多小时 那咋回事啊他这是 这么回事 二号楼有一老头乱倒垃圾 他看见了你就说他两句就完了吗 非得写在那个屋檐门口那个黑板上 叫人家丢人现眼 你说他再这么下去 把街坊邻居全都得罪光了 我钱日风我是有身份的人 我怎么在小区里行走 大家伙不得斜着眼看我呀 那大家伙平时也斜着眼看你呀 那倒是 哎呀 哟哟哟哟哟 还吃呢你 赵刚子 你还知道你吃鸡碗干饭不 三碗米饭一盒大葱 你就是个饭桶你 别说了 大米啊 把这拿走 啥呀 不是新学年到了吗 妞妞不是换新老师了吗 你不是要给送个礼吗 把这给她吧 哎呀 哪买的呀 没买 我们物业小刘 她买这个挂历呀买多了 明白了吧 完了以后就非要送我一个 把这送老师吧 行了 你等会别行了 你别行了你 给人家老师送点礼物 你送个挂历 这挂历还是别人送你的 你怎么不把你们家去年的挂历摘下来送给人家呀 去年不是 那有重要用途 你还有用 有什么用啊 给牛牛包书瓶 对 真行 你俩就是头子 你俩是真抠啊 你俩 怎么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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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是不是把一个二号楼的老爷爷记在小区黑名单上了 啊 那老爷爷是我们新班主任的爸爸 啊 哎呦 妞妞 哦那老爷爷是你老师他爸爸呀 啊 你咋知道的妞妞 我刚才路过二号楼 看见我们老师管的叫爸来着 嗯 那老爷爷气得不行不行的了 啊 所以还不停念到一句话 啥呀 赵钢子你不是个东西你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你 我是学那个老爷爷说的 不去瞎学你知道吗 这孩子不就好 行行行行行 别熊孩子 我跟你说啊妞妞 你爸爸确实不是个东西 但是你不能说 我可以这么说啊 我问问你 当时你老师怎么说的呀 老师就说 原本参加的东令营因故取消了 让我回来告诉你们一声 看见没有 啊 妞妞啊 参加不了东令营了 心里是不是特别难受啊 不 可是 爸 啊 爸 哎 这孩子怎么还学会一声叹息了 这叫一声叹息啊 孩子这叫有苦说不出 看见了吧 报应了吧 欺负人家他爸爸 人家老师一双小鞋 蹭就塞在你嘴里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你听不出来啊 孩子说了 东令营因故去不了了 因故 这个故是什么 就是你欺负人家他爸爸了 老师下手这么快吗 哎呀 钢子咋整啊 你说东令营 那妞妞准备了那么长时间 突然不能去了 他那小心灵 他能受得了吗他 啊 别愣着了 想办法呀钢子 他能有什么办法啊 他能有什么办法 大姐听我的啊 你们两口子赶紧到人家老师家里 跟人家爸爸赔礼道歉 然后送点礼物 沟通一下关系 对对对对 钢子 背了妞妞 快点来快点 往不去 我去什么我又没错 哎呀背妞妞 你怎么这样的你啊 往不去 你这样吧 你去吧 你把这个给他爸送过去 哎哟 一个挂礼够吗 哎 把去年的挂礼也给送过去 哎哟 不行 那不给牛的包书皮吗 哎呀你降点档次吧 改报纸吧 回头我想爸爸搞一点 那也行是吧 行个鸡爪子行啊 这俩人可真行 你俩在这商量送礼呢 还是卖废品呢 还是在这 这不你说要送礼吗 啊 算了吧 先别说送礼的事了 你俩抓你时间先去 给人家他爸爸陪你道歉去 往不去 赵刚子啊 为了孩子我告诉你 对为了妞妞 来听话快去快去 快点的吧你 什么不听话呢 我没通话 我给他承证 等会儿等会儿 等会儿大姐夫 干啥 你到人家家里你怎么说呀 我过去我就说呗 你说我听听 我说大爷对不起啊 我把你写在黑名单上了 你不能赖我 对吧我提醒你五六次了 这样吧你好好表现 你表现好了以后 回头我把你的名字 从黑名单上撕下来 就这样吧 站住 你这是去道歉呢 你熊人家去了吗这不是 那你说怎么的 你这么去吧 我现在老师他爸爸啊 我就是老师他爸爸啊 我就是老师他爸爸啊 你进来了 你来来你先试验试验 你给我道个歉 我看看行不行 你为了孩子我告诉你 赵刚子 对对对他为妞妞 快点快快快 来进门了 好好的 鞠个弓啊 我再来一个 你俩要告别呀给我呀 你俩要把我送走啊 你俩呀 那你什么意思啊 那你说怎么当 你别皱着个眉头行不行 眉头 大爷 哎 大爷 哎 大爷 哎 他占我便宜 哎呀 谁占你便宜了 那你说怎么的 你叫医生就行了 你往下说呀 我下面我说啥呀 你坐这儿吧来 你坐这儿 你是老师他爸爸 我教教你我是你 看我怎么给你道歉 你也过来 看我的啊 哎 别别别别人 坐下来 我去看那个 这漠狮里 corresponden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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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拿着拿着拿着再来一遍啊 为了孩子我告诉你再来一遍 准备 开始 哎 好多了 好好好 挺好好 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有病 我是不是有病 为了妞妞 谁呀 这是妞妞家吗 我是妞妞的班主任 完了老师 老师来了 开门去 开门去大姐 大姐 为了孩子啊 大姐夫啊 你要先优秀点啊 知道 老师 你好 还好 还好还好还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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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妞妞的父亲吧 我是为我父亲 我是为我父亲的事来的 不是 我是她二姨父 老师 你好 我是妞妞的父亲 老师 你来得正好 我有一肚子的话要跟你说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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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啊 咱们家里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这事我来不了了 这事我来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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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哎呀妞妞 在家呢妞妞 老师啊 其实是这么回事 这我来不了 我们家这个俊鱼啊 对 他不知道那老爷子是您爸爸 还把您爸爸名字写在黑网报上了 其实他不是光跟你家过不去 他在这小区里啊 他得谁跟谁过不去 他 他连我老爷都罚过呢 他连我都欺负他 对 您就是传说中的赵刚子 那就是我 你起来 干什么 老师 没错 是我把你爸爸写在黑名单上来的 有什么事儿 冤有头 战有主 你冲着我来 请放过我的妻儿老小 老师 古人云 碗掉 脑 脑袋 碗 碗 碗掉了 脑袋掉全是拔了 哎呀什么乱七八糟 有地方是 对症下药 哎呦 您看您这都说哪儿去了 这件事我了解到了 的确是我爸爸做的不对 我批评他了 您看他年纪大了 总搞不清楚咱们小区 去垃圾桶分类的事儿 总把垃圾袋扔外边 这不我特地来道歉来了吗 给您添麻烦了 哎呀 哎呀 老师 哎 看看 老师就是老师 素质不一样 真的抱歉 拿上啥呀 啊啊 小型呢 小型呢 你不是说小型塞我怼你吗 那个老师啊 那个就是妞妞说 这个冬立营因故去不了了 是不是因为我们家刚子欺负你 哎呦呦呦呦 这个咱们可千万别误会啊 冬立营取消的事儿 是全学年组的决定 可不是针对妞妞 哎呀 你看看 你看看你们呀 老师啊 哎 你好你好 欢迎你啊 谢谢 你看你是第一次来我们家 对 咱俩是第一次见面 对 我们之间有很多第一次 我准备把我们第一次献给你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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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书皮干嘛呀 这不给妞妞包书皮用吗 对 哎 能不能把这些旧乖丽给我呀 啊 可以啊 大米啊 把乖丽拿来 老师号这口 哎呀 老师老师快请坐 哎 老师 你有收藏乖丽的习惯 不是 哎你们这个主意真的是启发了我 你看现在的孩子们吧 他们的书皮用的基本都是买的 对对对 要是能把这些旧挂丽拿到咱们劳动课上 让孩子们跟家长学去包书皮 肯定能够包出丰富多彩的样子来 对对对 老师 你忙不过来我可以去教你啊 嗯 你看啊我们家这个收纳盒啊 什么垃圾桶啊 这全是我自己叠的 对 这全是您叠的呀 对是是 哎大姐您手真巧 您说现在这些孩子们吧 缺少的就是这种动手实践的能力 要么您抽空去教教我 或者是我干脆把您请到我们劳动课上 去教教这些孩子们 没问题老师 我现在就开始教你 来来来来 好了 来来来来 老师我会叠飞机 我叠的口好了 是吗 老师我也会 我会叠那个小指剑 就是上课时候扎你不学用的那个 来老师 你看你看我这叠咋样 真的不是我 各位 我也叠好了 新学期到了 咱们让孩子们的梦想都 飞机 好 好 好